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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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梁Sir 現在來到第10課的功課 第2部份 主要是講一下長題目 有2條,第7條和第10條 我們先看看題目 現在先看第7條題目 第七條,下面這幅圖代表著Rate of Water Gain and Water Loss by Plant X axis就是3am到3am的時間,24小時 Y axis就是Rate of Water Gain和Rate of Water Loss 即是吸水和失水的速度 現在兩條Curve,實線的是Water Loss 虛線的是Water Gain 現在整幅圖是在夏天發生的 其實你大約猜一下,如果有些題目的變化 有機會好像第九課我們做過一條題目 一個植物在夏天的Gasus Exchange的變化 然後叫你,可不可以畫在冬天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現在這個就一樣 我講夏天的時候的失水和吸水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冬天的時候的失水和吸水 當然是可以這樣的變化 但這次題目沒有問 但你問有個扣相 知道一下 無緣無緣無故問得夏天 可不可以問一下冬天呢 也是可以的 先看看題目 現在第一條它就講了 究竟要多長的時間 How long? 多長的時間 甚麼時? After the time of maximum water loss 即是說,在最高的失水之後的多久 那棵植物就會能夠顯示到一個最多的Water Ging呢 一個最多的Water Ging 即是說 當它失水之後 失水失得最多的那一刻 的多久之後 那棵植物會吸最多的水呢? OK 當然在這幅圖上面有些東西要留意的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concept 我們之前在做MC講過了 就是失水和吸水 究竟誰先行先誰先行後 我們現在在這幅圖就看得很明顯了 很明顯就是 吸水是甚麼時? 6pm 下午6點鐘 然後失水是甚麼時? 失手呢? 失水不是失手 失水就是3pm 就是下午3點鐘 那你就會發現到了 我們這句話經常說的 就是Water Absorption Legs Behind Water Loss Legs Behind 即是落後於 即是說 吸水是落後於失水 就是先失 而後吸 先失水後吸水 這句念口往念念 大家都記得了 現在看時間了 失水的peak是甚麼時? 失水的peak是3pm 而吸水的peak是6pm 現在回答第一條 究竟要隔多久? 塞水塞得最強的時 隔多久 那棵植物就會吸得最多的水呢? OK 看到了 只是回答時間給我 即是回答幾多小時之後 幾多小時之後 OK 然後到第二 在早上的哪一個時間 究竟Water Loss和Water King 那個速度是一樣 Exactly balance OK 平衡到對方 我們當然要看的就是 Intercept Point 就是雙交點 即是那條Curve 大家雙交就是雜於同一點 在這兩個時間裏面 你會發現 他們兩條Curve 雙交 如果這樣掃上去的時候 9am掃上去 即是大家同樣 同樣又是塞 10g的水 又是 獲得10g的水 即是速度 Per minute 對嗎 這樣就一樣了 所以 我們找到Intercept Point 代表了 Rage of Water Loss 是等同一個 Rage of Water King 不過 你只要告訴我 朝後做 是不是 我給了兩點 但問題是哪一個 是In The Morning 你告訴我 OK 接著到B Part B Part 跳來的圖 說一下結構 B Part 就問了 植物在根 吸水 然後在葉子 塞水 這個 其實都是我們整個第十課講 葉子 是一個 Main Surface Mainly Transpiration 就在那裡發生 主要 我不是說唯一 是主要的 因為Stamp Root 其實都可以 是塞水的 接著 他就問我們 在植物裡面 有哪一個Tisels 是會 運送水 from the root to the leaves 在第十課也好 在第九課也好 我們都講過 這些Tisels 我還給你了 Record那兩款 Specialized Tisels 就是 Cyllum 和Follum Vessels 但是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夠 去分辨到他們的功能呢 Cyllum Vessels 和Follum Vessels 哪個才是 運水呢 當然他那時候 不是說運水的嘛 只是說 是可以說 不是只是說 是說 運水 和 minerals 的嘛 Transport Water and mineral salt 的嘛 Cyllum Follum 哪一個Vessels 是運水呢 你告訴我 OK 然後到第二部分 我講一下 在葉子裡面有些洞洞 Porus 是洞洞的 意思是小的洞洞 這樣問你 Water vapor 是會走的 很簡單 一定是這個 OK 別人問你 Name the Porus 那就中數 那我就中數了 中數啊 你應該答 Stomata 還是Stoma 你告訴我 OK 然後到第十條 又回到Protometer 剛才MC 我們就做 Weight Protometer 現在這個題目 我們就做 Bubble的Protometer OK Bubble的Protometer 不難理解 其實就是 我們的Leafy Chute 會失水的 失水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 一個transpiration pool 從而吸水的時候 Water bobbles 不是Air bobbles 就會跟著動 是不是 氣泡跟著動 其實 Bubble的Protometer 就是這樣用的 A就說 當我們做這個set-up的時候 我們那個Lower end of the Leafy Chute 就是我們要 切那個 Chute OK 要在水那裡切 在水下面 underwater 為什麼呢 Part A其實是問一個 實際在做 Pratical的問題 OK 即是實際做過實驗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 當然啦 首先你又要理解一下 究竟在我們那個Stamp裡面 OK 在哪一處 去 混水 對不對 而這個Stamp 是對整個實驗有多重要呢 OK 是可以 令到實驗做得到 即是要吸得到水 是不是 OK 而這一步呢 也是很重要什麼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對於 令到那個 植物 或者那棵花呢 是可以在花瓶裡 逗留得久一點 稍後講完這個Part A 我會播一段片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 我們那個 一些圓藝上面的技巧 OK 下面紫色 其實我已經給了答案 Cutting the low iron of the chute underwater can help to avoid blockage of the asylum vessels by the air bubbles form 你想一下 就只是講 為什麼那個狂 不可以零空剪 而是要插著水 這樣剪 那其實你想一下 零空剪的話 那些空氣會進入了 Sylum vessel 但如果你保持著 放在水那裏剪的話 其實是不是就是 水繼續進入Sylum vessel 不會有一個氣泡 如果有氣泡 在Sylum 我現在說在Sylum 不是在Capillary tube 即是在這個微管裏面有個氣泡 是因為我們整個 Bubble的Protometer 我要看到氣泡 但問題是在Sylum vessel 在一個混水的一支管裏面 你有個氣泡 你玩我嗎 那我怎麼吸水呀 OK 這個就是Part A的 現在播段片給大家看看 有關於 這個圓藝上面的技巧 OK 現在這一段片 其實就是在講一個 叫圓藝的人 他就說 怎樣可以 剪了花之後 可以令到他在花瓶裏面 達到久一點 他當然純粹就是說 一棵植物吸了水 他前面有些前沿 吸了水就會令一棵花 就會很明顯 直筆 很漂亮 就不會借 是不是 那他有什麼小技巧呢 我們就看看 現在我們 是在花瓶裏面 所以我以為我的花瓶裏面 所以當你剪刀 你的花瓶 一個小技巧 是 如果你剪刀 你剪刀 在空間 你剪刀 你剪刀 在空間 空間 很多時候 花瓶裏面 不會太多久 因為 你放在空間 你放在空間 有空間 有空間 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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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們不是 在空間 空間 所以 在空間 在空間 水 從來 菜喳封 were the al at bucketter right in the scene the song she cuts an an angle i like to do Jabari f degree angle as a post straight up and down is that way when it's 6 bay it's getting one and not just being walks 剛才他也有說到,原來在空氣切的框 他會有一些,他叫Air Pocket,Air Pocket就是氣泡 他就說會塞住了,如果在水裡,他説是斜斜地,45度切 但重點不是45度,重點是放在水上切,水就繼續流上去 即是說會令一棵花可以吸水 所以這個題目不單是說實驗的技巧,亦是原理上的技巧 這段影片我都會放在片尾,大家可以再按進去看一看 有字幕的,這段影片很好的 好,所以A部分,剛才我們解釋為何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二來,如何套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而答案真的給了你,就是紫色這一段 即是抄襲已經可以了 純粹解釋給你們聽,有甚麼要留意 Sign of Masses要記得 為何要切在水裡,是因為不想有氣泡進去的Sign of Masses 好,我們現在就到了NDB Sign of Masses 這是問我們,當我們用一個 plugin 以這個管理測量量量熱水量,是不是在增稻水量溫度呢 我們的確保一個解釋 我們就先czTa,所以所以這一將這邊 在這一部,就順為渾示設計 其實Bubble的Protometer是有一個限制,有一個限制的 其實就是在說,整個Protometer 當然我們是想去研究室水水的速度 我們當然是想去研究室水的速度 但其實整個Bubble的Protometer 它真正在量度的 其實就只是Rate of water absorption by the leafy shoot 為什麼氣泡會移動? 氣泡會移動是因為棵植物在吸水水才移動 它不是代表散失了水,然後令Bubble移動 是間接了,中間隔了一床,水走掉 從而產生精藤牽引力 再牽引Bubble水移動 其實它是因為棵植物吸水,所以才令Bubble移動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說服其他人呢? 其實這個實驗真的在量度吸水 就是代表失水的 你相信我吧 有什麼假設在背後呢? 怎樣可以令到吸水都變成失水呢? 所以有什麼假設? 第一個假設,最簡單的 就是直接告訴別人 我假設了吸水速度就是等於失水速度 這個最典型,你怎樣說服別人呢? 別人跟你說,這個實驗是在量度吸水的速度 但是Protometer是想量度那個失水速度 你怎樣解釋呢? 然後就跟它說 我當是一樣的 我當是一樣的 我當是一樣就沒事了 那沒話可說 那就是說 當中還有什麼很隱憾的邏輯呢? 這個Assumption你會覺得說服不到我 有第二個嗎? 有,第二個就是說 我Assume了 一棵植物吸回來的水 都只是用來做transpiration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一棵植物就失水 失了水就會令到一棵植物吸回水 但是吸回來的水呢? 其實都是為了失去的 就是你會覺得很無謂 一棵植物失了水 令到自己吸水 那吸水為什麼呢? 問一下一棵植物 一棵植物跟你說 吸回來的水 其實我都是想散失了它 那你就拿著這句去convention 因為一棵植物都這樣說 它吸回來的水呢 是為了散失的 那就是吸水 是等於失水 那就回到第一句 對不對? 這兩句其實都是assumption 其實都對的 自己爭取你會覺得 都是說服不了自己 過不了自己的關 所以我給第三句 而這個第三句 這個assumption 是比頭兩個assumption好 第三個assumption 我正正在書本上課 我也是這樣教 我就是Assume了什麼呢? 其實是Assume 植物是不會存水 邏輯就緊密很多了 首先我是假設它不存水 那不存水 即是吸回來的水 都會失走它 所以才會有第二句的assumption出現 而有第二句的assumption出現 才會有第一句的assumption出現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說服一個人 我們就唯有說 一棵植物呢 它不會吸水的 它只有吸水和失水這個過程 就不像waste protometer waste protometer 我們不是計算到三個數字嗎? 有吸水有失水 我就知道你存了多少水 就好像賺錢 洗錢和儲錢 現在我就跟你說 我想知道小明每個月 每個月呢 花多少錢 ok 那我說 我不知道它花了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它每個月呢 都會賺到一百元的 喔 有一百元啊 賺了一百元啊 ok 但我真的不知道 它 它是 我想知道的是它 花多少錢 對不對? 那我第一個就跟你說 我假設了它賺的錢和花的錢是一樣的 第一句 這就叫做convince了你 你不會覺得 唉 我很怪 說服不了我 那第二句就說 我第二個假設 我就說 它賺回來的錢 都是為了花了它 那你會覺得 那你又知道 什麼叫賺了你的錢 就花了它 那當然就是 隱含住 吸回來的水 就是為了water loss 那你還是會覺得 說服不了你的 那唯獨是最後一句 我怎樣可以跟你說 我現在呢 雖然不知道 小明每個月花多少錢 但是我知道他賺多少錢 而我假設 他是不存錢的 那我就明白了 如果你假設小明是不存錢的話 他賺回 或者他存不到錢 他賺一百元 那他存不到錢 或者他不會存錢 那些錢會怎樣 那些錢會怎樣 他只會花一百元 OK 那根據這三個層次的 assumption 其實三句都是正確 就只是三句的 assumption 你哪一句最能夠說服到你 OK 那現在透過這個邏輯 就是賺錢、存錢 和這個花錢 我希望呢 能夠你明白到 第三句 會是一個最好的 assumption OK 接著我們去私拍了 那就叫我們去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什麼 解釋一下就是 就是transpiration rate 會怎樣變 如果 環境怎樣變 如果 我有把風扇 放在鞋子旁邊 而開了那把風扇 可以嗎 所以 在這一句 有什麼要留意呢 4分 4分裡面就是1加3 第一分就是描述 改變 因為他說 How the Transpiration rate will change 他都沒有告訴你 如何改變 對吧 所以你要有第一分 告訴他 改變是什麼 改變就是 他是加快了 還是減慢了 Water loss的速度 第一句 第一分 第三 另外三分 就是解釋 有什麼解釋呢 有guiding question 先想一下 先想一下 OK 第一就是想一下 開了風扇的時候 在Leafy Chute 周圍的氣流 風 會有什麼變化呢 OK 會有什麼改變呢 而這個 氣流 風的變化 會對於 在Stormata 附近的Water Vapor 的水蒸氣 會有什麼影響呢 會吹散了 還是會留在那裡 OK 第二 就是想一下 Concentration of Water Vapor Between Air Space 和Surrounding Air 有什麼變化 由於我們說 Concentration of Gradient 究竟 濃度階梯 會是斜了 還是沒有那麼斜呢 就是說 Air Space 和Surrounding Air Water Vapor 的濃度 會是 相差得厲害了 還是相差得沒有那麼厲害呢 到第三部分 我們都要去講 一講Transpiration 其實我們都是講Diffusion 因為到頭來都是Diffusion Of Water Vapor From Air Space To Atmosphere 對不對 所以想完一 想完二 我就想一想 想到第二步 Concentration Gradient 它會怎樣影響 Diffusion Rate 那個擴散的速度 有什麼改變呢 快了一定慢了呢 根據一二三 想完這三步之後 其實書本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概念給了你 書本這個其實都是在講 根據風速越來越快 就是有去控線 對不對 那究竟 那個 Transpiration的速度會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 它已經有一段 解釋了給你聽 OK 上面那一段 就是講 Still Air 即是靜止的空氣 那合不合用呢 開風扇 當然不合用 也只有下面那句 Win blows away the water vapor around the stormata 那這一段 這一段 其實可以幫你解釋得到 為什麼 Transpiration Rate 會有所變化 那一分 當然要 加快 一定減慢了 失水速度 至於解釋 書本其實是找到你的 那你說有時候 我真的不想找一本書 不要緊 我都有那三條 的Guiding Question 給了你 那你都會想得到的 D Part D Part 有Photo Micrograph 就是講回 在頁面 有什麼 的 看得到的 Appearance 外表是如何 我們看到Cell A Cell B 還有一個孔孔 就是C OK 那他就問我們 In terms of Subcellular structure 即是Cell裡面的結構 Subcellular 細胞裡面的結構 OK 那我講一下 Cell A 和Cell B 它們兩者有什麼不同 所以當然 做一個Good Practice Cell A Epidermal Cell 就是葉面的表皮細胞 Cell B 就是Guard Cells 還有記得 其實這一條 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題 所以記得 比較題的話 都有個Complete comparison 那就是說 Epidermal Cell 或者Cell A 是這樣的 它有什麼 但是 But Guard Cells 就是怎樣怎樣 或者它有什麼 寫了兩句 是寫了兩句 因為有兩個不同 那現在 先看回圖 其實就是 第九課 第十課 你都會看到的 Epidermal Cell 和Guard Cell 你看到的 就是 Epidermal Cell 在頁面、頁底都有 Guard Cell 其實在頁面、頁底 也有 Guard Cell 它是一個 Specialized 的Epidermal Cell 來的 其實 它是一個特殊化的 表皮細胞 你看到 這個功能 Epidermis 就是 保護 Inner Layer 但是Guard Cell 有Coloplus 控制著 Opening and Closing 的Stoma 起碼你已經看到 Coloplus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 Epidermal Cell 其實在葉的表面 但是 陽光 是直接穿透了它 射進去 Palaceae的Myselfield Cell 射進去的話 其實是暗示了 Epidermal Cell 它應該是透明的 它不是綠色的 它是透明的 然後被光 射進去 因為它透明 所以光線穿透到 有一個概念 所以 有些什麼 大家要知道 書本也有 MOST Epidermal Cells HAVE NO Coloplus EXCEPT Guard Cell 至少這句 你已經知道 究竟有一個 什麼結構的分別 應該已經答得到自己了 對不對 接著到第二個 就是Guard Cell Guard Cell 你看到Guard Cell 可以控制到開山 這個不是結構特性 現在這個功能分別 但是你看到 這幅圖也是一樣的 咦 綠綠色的 是不是 綠綠色的 綠綠色的 但是旁邊的Epidermal Cell 旁邊的表皮細胞 是不是沒有顏色 是不是沒有顏色 對不對 其實跟這幅圖一樣 雖然它好像染了綠色 所以我給這幅圖你看 你更加發現到 Guard Cell是有顏色的 綠色的 但是Epidermal Cell 是沒有顏色的 為什麼呢 OK 所以 給大家看的圖 還有看一個形狀 OK 就是 Cell A 是很不規則的 是不是 很不規則的 C Part 不是 B Part Cell B 是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自己看看 所以 Stormata 下面有什麼 Guard Cell 是有Coloplus 但是 Epidermal Cell 是點點點 Guard Cell 是腸仔形狀 但是Epidermal Cell 是什麼形狀 又或者 Guard Cell 是有一個 Uneven的 Facented Cell Wall Inner Cell Wall 是厚過Ultar Cell Wall 但是 Epidermal Cell 又點點點 如果 不是Unevenly Faken 就是EVENly Faken 對嗎 是一個很均勻的厚薄 OK 去到第二部分 他再問我們 在晚上的時候 Size of C 即Stormata 有什麼變化 再解釋一下 這個變化 所引致到一些功能性的特徵 功能性的重要性 所以先去解說 第一 第一分 就是講一下 究竟Storma 在晚上的時候 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這個先告訴我 最起碼 然後到第二 第二和第三分 下面剩下的兩句 然後你就想一想 究竟Storma 變大變小 有什麼特別之處 你可以想一下 The need of gas exchange for photosynthesis night 在晚上的時候 那棵植物 對於光合作用 要去做 這個 氣體交換 需求高了 還是低了 其實就是 問了你一個 最簡單的問題 晚上還做不做到光合作用 如果答到這個問題 你就會答到 這條紅色題目 The need for gas exchange for photosynthesis at night 是增加還是減少 接著去到第二部分 就說 那我們的Ultimate Go 是什麼呢 那我們要去把 Storma OK 要變大要變小 其實終極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在晚上的時候 我是為了去Promote 想去促進了 還是Reduce 減少了Water Loss 對不對 橫橫雙購 因為 你說為何無緣無故 這次要說Photosynthesis 是功能性的 其實為何要打開孔 或者關掉孔 是為了Gas Exchange 對嗎 Gas Exchange Gas Exchange 對嗎 在植物裡面來計算 不是 Respiration 就是Photosynthesis 但Respiration 是經常都會做的 現在我們說晚上 所以我特意問你 晚上做不做到Photosynthesis 是這個意思而已 OK 所以這次 給你一句句 你選給我看 Size of Storma will be 大了還是小了 第二 晚上的時候 the need for Gas Exchange 增加還是減少 in the absence of Photosynthesis 說明 沒有 哪會有光合作用 同一時間 如果 有一個改變 OK 就是這個 Size of Storma 為什麼我講 Size of Storma 因為免得給你答案 第一句 我就要你說大還是小 我沒有第三句 告訴你 可以導致 幫助促進 還是減少 Water Loss 可以嗎 剛剛三句 三分 現在 第十條 剛剛還沒說完 如果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